T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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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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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現在就是開始 處理年華了 現在沒辦法了 現在在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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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 你們來到剝了 在剝了 天生空闊 一路照顧 冷話落跡 身在剝佈 時事如常 那座草木 一用青年 幻化青土 作词曲 李宗盛 纷纷人间世 扰扰坦诚去 犹如痴中意 混混暖心思 若沉起稀奇 若然起沉谷 鸡如水中连 风花多映处 沉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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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如池中铭 温昏满行刺 若占几世气 若然几尘路 几如水中灭 风花朵银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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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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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牟尼佛 当我开始 释迦牟尼佛 当我开始 释迦牟尼佛 当我开始 全体请起 请合掌 向佛萨及上人行三位示宜 三位示宜 再位示宜 三位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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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 在千万千 万遭雨 我今见闻 人首诗 愿见过来 尘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邀请到的是投入读书会十多年性紧必行才华洋溢的罗恒言罗师兄 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罗师兄 主持人还有各位在场的师兄师姐 还有身上的各位法庆福藏们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OK的 可能我们客户团队要请我来分享 访华七月三界火宅 这个火宅日当中的第二段 我想大家对于现在的事件的败坏应该都很有感受 然后天气越来越热 所以这个对火宅的感受应该是越来越明显 那那个三界火宅啊 这个火宅日呢 可以说是法华经的七个批语当中呢 最广为人知的 那这个 其实它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火宅 或者朽宅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呢 山车 山车日 所以呢 这个三界火宅啊 火宅山车日呢 算是呢 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屁固词 那像我们讲说 那个伊株玉啊 它的金额也比较短 但是呢 以三界火宅这个火宅玉来讲 它的那个内容就比较深广 那三界火宅的概念是怎么来的呢 我想用一段影片来 就说明我们来风听上来的这一段 这个三界火宅 正言上人在各场合的开示中 时常都会提及三界火宅这个名词 三界火宅究竟是指什么呢 从2013年9月底开始至2014年5月中旬这段期间 上人所开示的静思成语非常详细地说明了这个概念 三界火宅 这四十多年来所说的法 虽然分别开示小中大三圣 但其实只为引导众生会归一佛圣 在第三品辟语品之中佛陀为摄立佛受祭 将来必定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这是生闻圣的弟子 首度被佛受祭 遇会大众不仅为摄立佛感到欢喜 也都怀抱希望 认为自己终究亦能成佛 但是在大众心中仍不无疑问 如今说有第一稀有难解的妙法 难道过去所教导的法不够圆满吗 过去大家所证的阿罗汉果 所得的涅槃 难道不是究竟的吗 佛陀于是举出三界火宅 三车一车的辟语 来说明法华经开全显时 过去所说的三圣法 是对应种种因缘而作的方便法 目的乃是为了教化大众 回归到行菩萨道而成佛 也就是一佛圣 佛陀那个时代 江法华经那个时代 他已经是准备了 化缘中心了 已经有了年龄七十五岁开始了 他说八阿四季 也就是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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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我们的环境 他开始呢 没有 开观现实 过去 那个环境 没有啦 佛陀呢 要和大家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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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台狗 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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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人人啊 也就是也没亲过来 丁立的三界啊 这种心灵的三界呢 做了真多烦恼 所以 状况万言啊 胸胸不杀了 这实在是 让人烦恼啊 辟育品的经文中 对于三界火宅的描述段落极长 但以总设时提及的 三界无安 犹如火宅 众苦充满 胜可不畏 常有生老病死忧患 如世等火 赤然不息 可说是最为精简的描述 在上人的解释中 火宅于外 指的是地球大环境 气势间的现况 于己 指的是我们所拥有的肉身 于内 指的则是我们内心 无名烦恼 赤胜的情形 而身就外在环境崩坏的原因 其实根源自 众生内在心灵的昏昧沉沦 我们在这一段开示 三界火宅 其实三界火宅 它是讲一个现况 一个现象 如果说以方便法跟真实法来讲 它应该就是一个全教的前方便 就是一个方便法 为了引出后面的真实法 真实法是什么呢 就是三车欲 就是小圣 中圣 大圣 最后回归到唯一佛圣 这样子的一个意义 所以前面只是让我们了解 这个世界它的现象是什么 后面的三车欲才是佛徒 真正要告诉我们的真实意义 那刚刚在这一段影片当中提到说 三界的崩坏源于新的沉沦 那外在的火宅 还有我们身体 再来进入到我们的心灵 心灵当中有无名烦恼赤胜 所以引燃了大火困烧了自己 让我们自己身心不得轻安自在 然后也引动了世界大环境的不安 那三车欲 阳车路车 大白牛车 代表了小圣 中圣 跟大圣 那小圣从这个僧文 中圣的圆据 照大圣的扶档 大白牛车 叫慧善归一 其实完整来讲就是佛的三车欲 那这个最终要慧善归一 把这个真实大法给我们这些佛弟子来宣讲 这才是佛的真实的笨坏 那刚刚的这个经文 我想大家听了之后应该很有感觉 我们可以一起来攻读一遍吧 三戒无安 犹如火宅 众苦充满 圣可不畏 常有身好 病齿忧患 如是灯火 事难不息 这个就是世间的总相 他的状况就是如此 但是众生知道吗 犹如世子 乐着兮兮 不觉不知 不惊不悟 看到这个火宅 不想到什么是火宅 不想到什么是火 然后无求出意 都没有想要走 没有想要离开的这个想法 那在接下去的经文当中 你看 而今此处多诸患难 为我一人能为救护 这一人是谁呢 就是火土 就是独来 这是独来的这个教法 那所以以事方便 为所三圣 就是为了用一个方便的方式 引导大家慢慢的进入到真实大法 所以才用这个三车欲来说三圣 那令诸众生知三戒苦 开示眼所出世间道 最终就是要让大家出世间道 就是处理这个世间三界火宅的道法 那火宅欲呢 我们在上轮开示的讲述当中 分成六章 那今天跟大家报告的大宅火起呢 是在第三章 那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呢 我们都也是分享的 这个是第一章 跟第二章的这个部分 那前面的这个经文 就是火宅欲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来一起攻读一下好吗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从上轮开示的这个讲述当中呢 我帮大家做一个整理 这个其实呢 刚刚讲到说这个 庇域品 其实它就是 它很多道理就是用庇域的方式呢 用世间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这些呢 外向 外貌 就是去世间的这个样貌 让大家呢 能够这个 以示 会理 从这个当中呢 去了解这些道理 那这里面的这个国义啊 指的就是国城 就好像都城城市一样 是国家的都会区 然后呢 这个聚落呢 就是乡村啊 或是呢 比较呢 这个野外的地区 就是一般呢 很多人啊 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 具体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很开始说这个国啊 其实指的呢 就是佛陀 这个菩萨的这个 十报中原土 也是佛陀的心灵境界 是觉悟的这个智慧法海 然后呢 这个义啊 就是方便有余土 那在佛陀的这 叫做极乐世界四种土当中啊 有这个 凡圣同居土 方便有余土 十报中原土 再来就是长极光剧土 那国义聚落呢 这个国跟地啊 代表了十报中原土 跟方便有余土 那聚落呢 就是凡圣同居土 凡圣同居呢 就是六百 我想六百大家都知道 天 人 还有呢 阿修罗 地狱 地狱 畜生 这六道呢 还有四圣 僧文 圆解 圆解 菩萨 菩萨 还有佛 这四圣呢 同居的 的这样子的这个 这个沙佛世界呢 代表就是聚落 那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住在哪里啊 我们在聚落 我们在聚落 对不对 我们没有在国义啊 我们呢 正在这个聚落 所以我们还要再努力啊 才会来到啊 这个 国义啊 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 生文圆解呢 还有为证德法生的这个菩萨的佛土 就是这个义啊 那我们呢 大家现在有证德法是什么 我们可能啊 还要再加点努力 不过呢 我们可以往那个方向呢 去这个 迈进 然后呢 国义俱落有大长者 齐连衰迈 这个连长的这个 连长衰迈啊 当然讲说这是人生的自然法则 那在这里呢 是批育佛法 批育佛法什么呢 佛法从正法转到相法 来到末法的时候呢 就是逐渐逐渐的衰违啊 叫做衰迈 五年前我曾经去到印度 你看到印度的时候啊 当年 当年佛陀呢 传教法的地方 一两千年前 金碧辉黄的那些呢 呃 佛寺啊 全部通通呢 化为地上 唯一仅仅的就是剩下断坏而已 不仅衰迈虎朽 而且呢 就是呢 通通呢 呃 进入这个空的境界 那这个长者衰迈 代表呢 佛法式微 代表呢 呃 指的呢 就是佛法式微 那再来呢 财富无量 多有田宅 几株同土 几家广大 富有一门 这个财富无量呢 就批语呢 佛法 佛陀这个法财 无量 然后无量无边的 这些的教法 那田呢 其实讲的呢 就是呢 我们要去根福田 种福田 我们上海经来讲的 三大福田 对不对 有敬田 恩田 还有悲田 那这个呢 田宅啊 就是呢 要我们去跟这个大福田 那家宅呢 这个家宅 我们无量义经里面讲说呢 是佛同诸佛 公宅宅来 对不对 公宅代代表 佛陀的心灵本怀 所以呢 上海经来讲说 这个家宅啊 代表就是根本是 我们的那个真如本性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所谓讲的第九世 阿摩罗世 然后唯有印门呢 唯有印门呢 指的就是说 佛陀这个开 那个唱颜本怀啊 开世呢 这个一圣大法 这个究竟解脱的一圣大法 就是唯一解脱的印门 那我们看看以前的那个古宅啊 这个古宅主向那个林家花园啊 版权天的话 它是不是外面 有没有一个城 有没有一个围墙 围起来 对不对 然后进出呢 就是只有一个门 那有的可能说前门后门 但是呢 这里面呢 它讲的一个门 而且又很窄小 那这个呢 就是呢 一圣大法 那这样呢 又开始到说啊 这个六度波罗蜜啊 六度波罗蜜啊 布施慈戒的路 产品精进智慧呢 就好像六盏啊 对给云领众生呢 提灯照路的这个照路的明灯 所以说呢 我们必须呢 用这六度的这个教法 然后呢 来呢 借众生 来帮忙众生们 找到呢 那个光明的这个道路 然后呢 多读人众一百二百 乃至五百人 只读其中 这里面呢 哇 看了之后啊 会让我们心 那个心很感动 就是这个一百 我们现在讲到一百二百 乃至五百人 只读其中 我们很简单的 就把它呢 看过去 但是呢 哇 这里面呢 竟然呢 一百代表呢 是这个千人 那二百呢 是人间啊 三百呢 就代表呢 畜生 四百呢 恶鬼 五百呢 代表地狱 那上人讲说 那在这个五分之三当中啊 向善啊 天跟人 假设每一个人 都是向善啊 那才占多少呢 五分之二 然后呢 恶鬼 还有畜生 还有第一道呢 那就多了 向恶的呢 有五分之三 那这样子一来呢 造恶者多众生共业 所以呢 世间就崩坏了 就崩坏了 那这个整个这样描述的呢 就是我们的 一个世间相 那所以我们看到说 一百两百 好像呢 呃 这个人 比较少 但是呢 一百两百哦 要进入到 这个天界 当然呢 要 要 那个 修十善 那要守住人生呢 至少要持五戒啊 这个呢 我们呢 通通要谨记在身 所以上人讲说 这个 呃 修白叶啊 白叶就是指善叶 白叶呢 这人呢 比较少 而无名造业 尼有不义之人啊 像黑叶 黑叶就是像恶叶 那这样子 对恶道者多啊 不是对 多 多恶道者多 多恶道的人 比较多 那 其实我们想想看 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 他愿意来修行 愿意来守戒 守法的 多不多 真的是不多 好 真的不多 然后呢 呃 为众生无名练动 好 起的这个无名啊 所以呢 才会啊 历词有情世界 才会胜在这个有情世界啊 而武器众生之差别像 武器就刚讲了 武器众生 他有这个 外相的这个差别啊 尤世显现 呃就是因为无名练动啊 啊所以说呢 他呢 外相显现 众生业力世界啊 尤世显现众生业力世界啊 他的那个因缘 福德 不一样 所以呢 尤世显现在不同的这个世界 那这些呢 都是呢 带这个叫做一大宅 都是这个大宵宅 那宵宅当中呢 多多人众 就很多啦 这些人都就是武器众生 流浪生死呢 轮回不息 皆不出于三界 不出于三界 所以叫做止住其中 在座诸位啊 还有线上的护照 我们觉得 我们能够出离三界了吗 今天 今天大家可以从 价格的时候 可以从这个门出去 但是大家想想说 我今生今世 我能够出离三界了吗 如果不行的话 我还怎么样 我还止住其中 那这辈子要不要想办法能够处理呢 要 要 要就要 大家一起来努力哦 好 那这个 火宅啊 刚刚呢 那是一个火宅意的开头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把这个经文来念一下 好 来 请回答 谈和朽顾 墙壁 颓落 助根腐败 凉动 欣为 周章玉石 忽然火起 魂烧色宅 长着珠子 若时二时 莫至三时 在此宅 看了这个经文的时候啊 我们真的是 应该就讲说 内心很触动 因为他写的都是 世间我们可以看到的景象 包括底下的这个 若时二时三时 二时三时 其实都有意义耶 我看上来开始我才懂 若时 代表了这个菩萨 二时呢 远景 三时呢 是身文 再次在中 那那个 整个这一大章的这个内容 分成了五段 然后呢 因为要念起来就比较简 所以我们把握时间 上人的手杂当中呢 讲到说呢 乾坤广大御大宅 三觉二德最圆满 长着奇德年衰迈 地水火风四大墙 世界大于此之耻 身心世界想为敬 那这个乾坤呢 大宅四大围墙啊 我们先讲到这个 三觉二德呢 最圆满 三觉呢 就是自觉觉他 觉醒圆满 那二德呢 以前上人开始有讲到说 自二德呢 可以讲智德 就是智慧 智德跟断文 断就是断舍利的 这个断 智德断的 但是在这里面上人又另外 增加一种解释 叫做慈悲跟智慧 那慈悲呢是要入人群 智慧呢就是呢 要用方法 其实慈悲要入人群 看起来 字面很简单 但是真正你仔细去思考 看到有苦难的人 人家走不出来 上人说我们要有福的人 要走进去 或者走出去 对不对 那但是讲很简单啊 真正碰到的时候 我们走得出去吗 外面刮风下雨 或者那个环境很恶臭 或是呢 像那火灾户打扫的时候 里面呢 都呢 那个肮脏不堪的 那走得进去嘛 就是要内心有这个慈悲 然后呢 付出要把握时机 在人与我们之间 能及时付出呢 需要因缘会合 真的就是这样 像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共修 要不要感动我们的客户团队 要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准备 才能因缘会合 然后呢 那地水火风的四大墙啊 当然讲说这个墙呢 就天地之间的大宅啊 外面有墙 那墙又比喻啊 就好像回起来我们这个世界啊 那这个世界呢 就是有四大 有地水火风 那地水火风如果很和谐 它就形成了一个世界 那如果不和谐呢 到最后呢 就崩坏掉了 就好像说你有很多的建筑材料 你很适当的组合的时候 它变成一间房子 但是呢 如果这个呢 不能适当组合的时候 或是一大地震的时候啊 它垮掉的时候 那还有房子存在吗 就没有了 那上面讲说啊 这个贱苦之福呢 要行善人间啊 天福 就是呢 天人呢 有造实善业 那人间呢 要守五戒 才不需人生 但是在人间呢 善恶杂恶 就是有善有恶啦 大家呢 混搅在一起啊 然后呢 这个出生道啊 为什么会多入到出生道 就是不守人伦 反恩为仇 就是呢 这个叫做 你要讲说呢 忘恩负义啊 然后呢 不孝父母 不行善法 这些呢 种种脱鬼的人生啊 将来呢 他就守住啊 这个人生啊 就到这个出生道去啦 那人间 地狱啊 人间呢 也有地狱 因为各种的天灾人祸呢 让很多很多的这些呢 山影也好 活乱众生啊 酒驾啊 恶不得 还有天长 大家有能看到 流浪狗 在路上吗 其实呢 看起来也是非常非常可怜 那 呃 学佛的路径 学佛的路径就是说 但假如说 要真正的学路 就要先贱苦 好 其方爱心多照顾 好 那 呃 人间好修行啊 人间呢 才可以成佛 好 所以啊 音声导师呢 与这个阿弥际呢 告诉我们说 诸佛接触人间 终不在天上 才会活业 好 那人间呢 有善 有善法 可以修 有佛法可以修 那 呃 离开了人间呢 呃 就是呢 太享受了 哦 也就不会那么样的精进哦 那人间行菩萨道 体路天下 是呢 自然能够举入 这就是学佛的路径 好 嗯 然后呢 呃 讲到这个 唐格 呃 哦 就正阿弥陀佛了 但是到了相法 就是正法之后的一千年啊 大家看到很多的这个石雕的佛像啊 石窟啊 照相的这些东西呢 或者是盖佛事呢 越来越多 翻译佛经呢 也越来越多 那修行者呢 有修无证了 然后呢 呃 或是修得也不完全 所以教法呢 就慢慢慢慢的 这个衰微啦 哦 就是进入到这个相法的时期 那相法时期之后呢 很多人又把这个佛像啊 把他这个摧毁 像到了 你看到了唐朝的时候 还有很多翻译佛经 唐朝初年的时候 像唐代宗 武则天 唐高宗 那个时代 都还有很多人在翻译佛经 但是到了唐朝末年 我们大家知道 呃 水灿的作者是谁 悟达博士 乌达博士唐义宗的那个时代 都已经到了 公元八百多年了 那已经呢 进入到唐朝的末期的时候呢 大家有没有听过唐武宗灭佛 有没有 那个时候啊 佛法呢 呃 就是不被尊重了 那 然后呢 大家对佛法呢 呃 已经呢 把它淡忘掉 所以 真正的这个教法呢 进入到末法的时候呢 就好像唐格 已经呢 末卖了 已经末部 然后 呃 这四句 大家 我用一些照片 让大家回想看看 你们有没有住过这样子的房子 小时候 有 好 等他 乡下 有的人住的满乡下 像一些 古宅 然后呢 像左手边这个叫做 我们台语叫做什么 头到处 头到处 头到处呢 他呢 风吹雨打之后啊 他就是呢 会剥落 那以前呢 就是那个土上面还要浮了一层叫做什么 石灰 以前没有水泥哦 是不是 浮那个石灰 对不对 那石灰呢 就是破一些土 还有破一些那个 稻壳 那 因为我小时候住过的房子就是有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没有那个泥土可以浮上去 我们是用竹子把它编起来 就是在湖上这个石灰 那这些呢 墙壁呢 会剥落 然后大家看到右边的这个房子 这个屋啊 旁边的这个屋啊 是不是很 看起来很容易要掉落的感觉 所以啊 有一句成语啊 他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就是不要坐在那个屋檐 那个水 下雨的时候水滴下来的那个地方 你不要坐在那底下 为什么 屋也掉下来的时候会把你敲死 哎 就是说 这个 爱惜自己啊 爱惜自己的这个身体啊 不要呢 去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啊 坐在那个垂堂底下呢 就是危险的地方 那看到这样子呢 庞格守顾墙壁腿落 然后呢 住根腐败 量动轻微 这个住根腐败 量动轻微 我特别有感觉 因为呢 大家对于这个佛法的 赞念 对佛法的信根 是不是一直在 一直呢 在腐败啊 大家呢 对这个佛法的这个信心 越来越潜伏 然后量动轻微 量动轻微 乌粮 或是呢 这个送粮啊 他呢 倾斜了之后啊 就很可能 这个房子就倒了 那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现在的 你要讲说 末法时期 学思说法 如 横可塞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他现在 社会上的这个 到处讲的一些呢 是是而非的这个道理 好像很多很多 但是呢 你仔细去给他分析的时候 有没有道理耶 错啊 有一次啊 我有一个亲戚啊 他就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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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个师傅 他讲那个法很好耶 然后呢 佛爷某鸭皮 有影片 你要不要听听看看 他讲了好几次 我在想说好吧 不然你放好我看看 结果呢 看了大概十分钟里面 我马上就看得出来 他讲了三四点都是 跟佛法的究竟意义呢 是不对的 不应该这样讲的 但是呢 我们这些亲戚 他有分辨能力吗 没有 没有 他觉得他讲的天花乱对 讲的头头似的 哦 这就是对的 啊 那么多人来 一千人 两千人都来 我说人都不代表是对的 很多人都是呢 跟到那个错误的方向去啊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正法呢 难闻 然后呢 那些先知先觉者 都是孤独其冒的 大家有没有感觉 就这样子 好 那讲到这个堂啊 上面讲说这个堂呢 堂格 堂就是代表呢 就是欲戒 代表欲戒 那格呢 代表呢 这个就是色戒 那这个堂呢 就是我们的生根呢 依报在这个欲戒之中呢 欲戒又称为呢 这个细世间 其实色戒呢也是呢 有这个有形体 它也算是气势间的一部分 那气体就是器具 或是呢 物质物品 像我们桌上的这个 小盆栈 这个盆景 它算不算气势间的东西啊 它也算 电脑桌子 我们身体 算不算气势间里面的物质的东西 算 它就是看得到的东西 然后呢 这个气势间呢 离不开色 这个色戒 气势间一切呢 的色就是物质啦 或是器具啦 都是依赖四大合合才成的 这个堂格 代表说我们欲戒色戒 终究呢 它会朽败 然后呢 佛法 从向法到梦法 称为衰迈 为何正法不能久久的注释呢 他人讲说是因为人心的这个衰败 那 在地藏经啊 以前呢 在导读地藏经的时候呢 看了一段 我觉得这一段也值得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上人讲说呢 其实正法 向法 末法 这三段时期呢 并不局限在时间的过去或是未来 而是指人心对法的尊重程度 我觉得这句话 对我们来讲应该很受用 人心对法的尊重程度 如果我们对法是非常尊重的 那么佛法在我们心中 它是什么时期 正法时期 如果我们对法不尊重 或是不重视 那么不用等到一千年两千年之后 当下就是末法时期啊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呢这个上人的智慧 那 又提到说 只要我们能够啊 老实尊重法 认真听法 身体力行 那此刻呢 人就是处于正法时期 所以上人说 如果我们大家能够呢 这个依寻上人的这个教法 来呢 来行 来奏的话呢 那现在都还是持继的正法时期 然后接下来说 这个福德无将心法无忌啊 上人说 若论福德无将忌 悲至双运福无量 若论智慧无等力 如日玄空月轮圆 那 这里面 所谓的福德无将心法无忌啊 这个部分呢 我们想说 这个福德无将心法无忌啊 福德无将呢 说没有界限啊 诸佛菩萨的福德呢 我们也很难体会喔 我们呢 用一个东西来比喻 假设他这个福德呢 就好像呢 他的智慧教法 像上人的智慧教法 有没有传播到全世界 到任何一个国家 不管是黑人白人 或是我们黄种人 不管他是哪一种语言喔 他呢 通通没有界限 然后你这个心法呢 也是呢 没有这个将界 没有这个极限的 那我们来看看啊 上人在这个开示当中 特别提到说 非洲国家就是很多地方 很苦啊 战乱啊 很多地方贫草苦堪 但是这几年来啊 我们慈激的志工呢 在南非啊 还有南非 非洲南部呢 几个国家 培训了很多的慈激志工 然后呢 辛巴威莫丹比克 在索托啊 早期 2013年 2014年的时候 他们在南非的 约翰尼斯堡呢 参加了精进培训 辛巴威到约堡要18小时 好 莫丹比克呢 也要十几个小时 请问我们今天早上 从家里面来到这里 有超过一小时了吗 没有啊 我们太好命了 然后呢 不喜辛苦 只为了大家共聚共修 然后呢 不是共聚共修 共聚就好了 像我们这样一共聚 语言通文字也通 对不对 但是呢 他们语言文字都不通 他们包括洗手间也没有 厨房也没有 然后呢 要休息睡觉的地方也没有 所以呢 他们真的是比我们呢 这个牧师上欠缺 但是他们的心呢 还有精进 他们语言呢 经过多重的翻译呢 从四种这个语言 然后呢 我想说给大家呢 先看一下这段上人的开示 我觉得这段开示啊 可以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启示 那如果在座的呢 有还没有受证的这个菩萨 也可以呢 看看这里面的菩萨 他们的东西的菩萨 也可以呢 他们的东西的菩萨 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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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路面想起来 黑珍珠 是 他在蝶子地区 他他们有心理 赖江 他们的地方 一国一国出道 他们是一国一国的地方 我们摆所有山洞 而且在黑暗的漆漆 但是我們很開心 因為我們一直在跟我們的師父 我們的師父一直在跟我們 無所辛苦 為風化了 不怕辛苦會爬痛 只是這樣看過 看過 在講主題 做主題 台灣人 這次會有一個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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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會有教會銘的信心 我不會喜歡我喜歡我愛我 我要給那些信心 給大家 每一天都要去做方式 一直交到身体很严重 他自己没法备成那台车 在那个地方 怎么路人就没法备成那台车 要去带忙 然后在做主席 最后一天 那口气吞下去 才停了他做主席 他的生活 就是已经往生了 现在还有一个人 隔离厨 自己生活有必要听 这款不 五个人五个人 阿们 幸福 就是主席人每天在做的工作 他都没法备成 这样呢 让人插到 头部人还要帮助他扶到 这样走一遍 这样走一遍 让他换上了 旗袍 穿下去了 欢喜 开始代表 好舒服 要收拾 他这样 就是要站起来 大家叫他说你坐着坐着 他就是站起来 他就是站起来 太久了 那是 露出了笑容 大家都靠 走一遍 那些人 都靠到 是何年这么健康 的这些事 名字幕志愿者 李卫 李卫这两个人是师父的好的主 真的是最接触的主杰 天天天天没离开主杰 没离开师父的心 听着就跟人说 师父 这是真受幸 真正真 真爱师父 真的是修纸佛道的人 感恩上人开始 大家看了有没有很感动 虽然他在那么偏遠的地方 也许有很多话他都听不懂 但是我们跟他比起来 我们有没有比他紧紧 可能没有 然后刚上人说 他最后受证的时候 他一定要站起来 这代表什么 尊重 对不对 恭敬 尊重 对法的这种恭敬 对上人的这种恭敬 那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佛陀在讲这个仪教经的时候 是不是最后渡谁啊 虚法陀罗 对不对 那渡完虚法陀罗 是不是当天就远起了 那么 不是佛陀远起 佛陀也远起了 然后那个虚法陀罗他也远起了 那这个葛陀罗很可能 他受证晚不久 他可能也是就往生了 但是他有没有带着一份功德 带着一份祝福 带着一份很好的这个信念 然后要接到下一声去 有没有可能 有 所以能够得到上人这样的赞叹 做很贴心的例子 这么坚强的生命 而且呢 天天没有离开上人的法 没有离开上人的心 没有离开慈祭的法 是真修行真敬禁 而且呢是真爱师父啊 真的是手自奉到的人 即使在慈祭世界里面 除了上人的教法 还有常做师父的这个典判之外 是不是很多师兄师姐 都是可以作为我们的申请典判 我们学习的榜样 对不对 我觉得我看到这位格瑞褲 或是立威这两位护杀 其实他真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典判 那像这个格瑞褲 他这样一受证之后 带着这个实际的这个委员证 其实呢 就好像是一张出离火宅的车票一样 哎 然后啊 呃 做慈祭呢 除习气 掌稻气 除呢 攀嗔痴 蔓蚁的各种习气 然后呢 掌养我们心中的慈悲 洗水 这样子的稻气 那是不是从这个地方呢 三界火宅是不是就是从这里出离了 对不对 我们呢 而做慈祭呢 就好像就是 让我们在这个大阪牛车上面 从这个地方呢 处理这个三界火宅 所以我们从内心的 这个对法的这个进动开始 然后把我们的习气这个消除 习气消除就好像是呢 就是在这个洗面 我们身旁的这个大火 那所以说呢 我特别做这一张呢 给大家分享 我就觉得说慈祭这个法床 其实呢 它又是好像呢 那一辆大白牛车 那这个牛车呢 那牛车上面呢 载了很多东西呢 那那个珍宝啊 就是我们的慈祭的禁止法脉 慈祭中文 然后呢 那个牛车上面呢 是不是装饰的非常庄严 对不对 用慈祭人文 来给它装饰 然后呢 那个周扎兰笋啊 宝绳交络啊 有栏杆啊 围起来啦 然后呢 搭了一些绳子 做了很多的装饰 我觉得呢 栏杆呢 就好像我们慈祭十戒啊 房子我们去呢 这个犯戒房子我们呢 从车上摔下来 那其实呢 我们要是呢 犯了戒不守规矩 将来呢 撕掉这个人身啊 是不是也好像从车上摔下来 所以说呢 我觉得慈祭的这个大房船 就真的就是大白牛车 那里面呢 有教导 然后呢 也再 让 接引他呢 来做慈祭 就是接引他呢 到门外去 赶快呢 去领这个大白牛车 其实他也是呢 一个化成 然后呢 也是一个方便 三界火宅呢 三界火来无名为因 那 敬戒为原 珍爱取舍 三度蒙火 吻烧内外 色欲然安 犹如载火 三度蒙火呢 吻烧内外 有时候我们一生气起来的时候 好像呢 人家说 心弓悔得 那就是呢 火呢 就好像是生起来的 然后 而瑟利佛呢 懺悔发愿 佛头为其受祭 瑟利佛原来以为呢 他自己正满 阿罗汉火呢 已经是可以了 但是呢 后来啊 他才发觉说 自己呢 这个实在呢 来到阿罗汉火 还不是究竟的 所以呢 他就呢 忏悔发愿 然后呢 佛头为他受祭 受祭呢 受祭就是肯定 肯定说色利佛 他将来呢 也能够成佛 然后赞典提到 有一位啊 年轻的比丘 他心欲未蜀 出了家之后 还很想着 那个 不忘在家的生活 然后呢 每天啊 就是呢 想着家人 所以呢 出去脱波的时候 他都脱队啊 跑回家去 然后黄昏的时候啊 才回到金色 那护法典人看到了之后啊 就觉得说 佛头的生团 如果这样呢 不守规矩的人 越来越多的话 以后呢 谁还会敬重这个生团呢 所以就化成一个年轻人 来度他 然后呢 度他的时候啊 这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 就跟他讲说 哇 您都住家很好啊 这年轻比丘竟然说 有什么好啊 只是住在金色而已啊 嘿 然后呢 这个年轻人就说 可以听教法啊 可以呢 跟这么多呢 修行者在一起 这很有福报啊 然后呢 年轻人就说 那很有福报 你为什么不去啊 然后这个年轻人就说 我千里迢迢来 就是要去拜见佛头啊 要来跟他的这个情法啊 然后这年轻人就一听啊 是感到惭愧 他说我已经出家 为什么我的心呢 还受到情意的这个圈绊呢 那想说还好 我还没有啊 起退转的心 还没有还处的心 所以呢 就进到金色呢 看到佛头呢 就顶礼 然后呢 忏悔 那佛头就讲说呢 啊 佛也是在观察 在等啊 然后 佛头就讲说呢 修行者要身心合一啊 佛法难论 人生能长 生命在呼气间 那这一段呢 上人的开始呢 我有把它呢 剪出来 但是呢 因为时间不够 所以我想说 让大家呢 在那个图上自己看 有六分多钟 那讲说这个无名为音 境界为远 只要心里一动啊 自己的慧命就很危险 所以三界火灾 为无名为音 那这么多的烦恼 都是从无名开始 像那一位呢 出家人 即使出家 还是呢 有很多的这个无名 所以呢 我们学火啊 就是心要定 那三毒蒙火呢 焚烧内外 他跟四三毒在一起呢 就好像呢 蒙火在焚烧内外一样 那这个蒙火会烧掉 这个公德林 然后公德林里面住什么 住着我们的后遗命 公德林被烧我们呢 好像呢 那个澳洲大火一烧的时候 很多的袋鼠啊 很多动物都死掉了 对不对 那等于好像我们公德林里面的 会面呢 被烧了 那时间不够 但是呢 这个地方 这个应该跟大家报告一下 色欲难安 犹如灾火 在这个气势间 我们接触到的无故都是色 那如果用菩萨先行菩萨道呢 形形色色的这些物质呢 都是可以做我们修行的这个道器 那如果拿着这些东西去救人 去行菩萨道 我们是要去救人 行菩萨道 或是去贪生吃 去行玉呢 若以不禁的欲恋再享受财色明食 就等人再造就三界火 那上人讲说呢 火起来了 我们要赶快提水去灭火 要提水去灭火 那提什么水呢 法水 提法水呢 灭掉我们的无名火 我们经常要有这个提水灭火 提水灭火的这样子的观念 然后呢 时间有限 这个祝根苦拜呢 代表我们的生根啊 生命衰老将近 然后呢 周渣巨石忽然火起 焚烧色灭 周渣就是周围 就是我们的三界的范围 那巨石就是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时候呢 忽然火起 然后呢 就是突然之间呢 无名火一来呢 焚烧我们的这个色灭 然后上人也讲说 周渣巨石就代表很普遍 然后呢 忽然火起 代表无名呢 突然起来 然后 五酌八苦之火呢 突然就串起 好像呢 我们生气呢 都火再烧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加州的真理大火 像这样子 烧了之后呢 这个人力有没有办法 灭火啊 像澳洲 这个来 燒了好几亿的这个动物 那这一段短短的影片 给大家看完 就看一个段视频 雷电交加却不降雨 加上高温干燥 点燃熊熊森林大火 美国加州近日 因为夏季干雷暴 引发超过六百起野火 烧毁将近四十万公顷土地 七百栋建筑损毁 至少六人死亡 疏散将近二十万人 灵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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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万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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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万人死亡 不够灵火 三十万人死亡 四十万人死亡 四十万人死亡 最早就死亡 最晚室死亡 十万人死亡 加拿大森林野火烧成人间炼狱 加拿大北亚伯达省发生森林大火 赖克莫里堡整个城市都烧起来了 这场森林火灾从5月1日开始延烧 而一发不可收拾 灾难规模之大只能用人间炼狱来形容 人间炼狱可以让天堂变地狱 然后大火之后焚烧一切 然后功德脸烧完了 里面的所有工具都烧完了 然后我们的会议就好像 如果我们不出离这个三界火灾 我们会议就好像在火灾当中 被烧光烧尽一样 所以说今天就是简短的跟大家报告 希望我们大家在这个捕捉恶事当中 就是无免烦恼 我们要赶快用法水来浇洗它 就好像提水灭火一样 然后一定要处理这个三界火灾 不然将来火起的时候想要跑 就会来不及了 那今天就跟大家报告告诉 感恩大家祝福大家 无惠双修福的能力 感恩 感恩我们师兄 这个生命的分享 做熟气 除熟气 长到气 所以将我们的心胸扩展 然后让我们的生命跟全世界都有关系 再次掌声感恩我们师兄 那接着是罚喜残月的部分 那今天邀请到的是金凤诗杰 热烈掌声 谢谢 欢迎金凤诗杰 大家好 好 最后跟你讲什么 金凤诗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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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这个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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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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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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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5 5 6 一二三二 三四五六七八 arı seized我 一二三四 五 六一 二三四 五 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 五六一八 六 三 肥 一 二 三 四 九 八 八 十 七 八 nat 一 part 一道三 1 2 3 4 5 1 2 3 4 5 2 2 3 4 5 2 2 3 4 5 然后你肩头关前 然后右手出前 1 2 3 4 5 5 6 7 8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 兩隻腳跪跪好像這樣 手 拉下來同時再拍 1 2 3 4 5 6 7 8 2 2 3 3 4 5 6 7 8 2 1 2 3 4 5 6 7 8 2 1 2 3 4 5 6 8 2 3 4 6 1 3 4 5 6 7 8 2 2 3 4 5 7 8 我們的腳 前前 後後 前 前後後 前前後後 好手 交叉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一 二 三 五 六 七 八 上 上 腳 一 二 三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 好 往外推 下 好 步 1 2 3 2 2 3 等一下 把它兩格畫面 双畫面 這個 它這邊要 讓它搭調一下 1 2 3 4 5 我的小鸡 用票的 接手班子 PPT 你刚才那个PPT出来就好了 PPT 不是 他那个 要选 要选 要选他那个画面 要选他那个刻卡 刻卡 刻卡 要有刻卡 有有有 这里没有 有有 OK 你先移好了 移好了 因为他其实我们都没有看到 第一次 第一次 诶 你把它点掉 注意到这个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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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桥档就换这样 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个 好 3 我们大摆动 原地跑 一起喊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 加快 1 2 3 4 5 6 8 5 5 5 6 6 2 4 5 5 6 7 4 6 4 5 6 7 5 6 7 5 6 7 5 6 8 5 6 们在糖 找个鲸ada 这边来一下 12 7 那麦子没关 这是什么 好 我们慢慢地走回末位置 慢慢地坐下来 好 听一下我的口令哦 吸入心灵境 呼出口微笑 安住于现在 此刻真美 慢慢地上呼吸 慢慢地呼出来 再一次上呼吸 好 再一个微笑 上开眼睛 有没有觉得很舒服 有哦 我好感恩哦 感恩清风师姐 给我们带来这样子的运动 有没有觉得全身都舒服起来了 有哦 然后接着是我们的法华见证分享 我们今天的见证分享主题是 转苦为甘菩萨行 那邀请到的是双和中和区的 燕雪师姐 罗师兄 要陪伴好热烈 掌声欢迎 好 各位师兄 师姐 我又来了 在我身旁这位吴燕雪师姐 是我个人非常敬重的人品点换 也是我们慈祭非常精进的佛萨 那她有很多很感人的故事 她现在除了每一天 每天早上她要去给她打扫 赚那个四件财 然后早上打扫完之后 下午就是一直到环保站 有时候呢 连晚上都要加班 但初一到初五的时候呢 没有到外地去 也都在环保站工作 然后呢 还要帮帮忙读书会 然后呢 还要很多的这个 要有癌症的关怀 因为她也得过这个癌症末期 然后呢 又还有很多的这个 环保志工的一些关怀 辅导的这个工作 菩萨招生的这个工作 那自己呢 还要精进 每天呢 早晚都要诵经读经 所以呢 真的算是一个非常精进的菩萨 那我想她的真命故事 大家先看看她这样子看起来 有像曾经癌症末期的吗 然后呢 我今天特别邀请她来 我说你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一个经验就是说 如何假设不幸得到了癌症 第三期 第四期的时候 如何呢 出了院之后不用再回去化疗 不用再护化 没有再病痛 二十年了 二十几年了 二十一年了 这个呢 我相信呢 这个是很少有的 那我想说我们先有一段影片 夜雪师姐的影片 然后呢 先播了之后 我们再请她们整体的来分享一下 我十三年前 得了那个罕见的绒马膜癌 当医生先判 我说已经 第四期的时候 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肺部跟脑部 需要做高剂量的化疗 我当场就跪在那个病床上 恳求医师说你一定要救我 我不能死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我还有一个孩子要照顾 还要做慈祭 人家的三个礼拜打一次化疗 我都一个礼拜就要打一次 但是我也是也强忍着 我就扶着那个墙壁 就到佛堂去礼拜观 师尹菩萨去求散伟 散伟说 以前 上门一直在说 要弟子吃素 我就是下不了劫心 就发愿说 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要吃素 因恿的 孙女 编曲相比 有本当好的 嘉良了她十岁之前就很乖巧了 嘉良她十岁之前就很乖巧了 她又有听话的孩子 トoco Lif track 她的后遗症是癫症 医师说她的心智都停留在十岁的阶段 有一个因缘 我妹妹就待会回发廉跟家良 那时候家良就说 师公我叫吴家良 我有脑炎的治不好 上人回答她说 你这个不是病 比你更严重的还很多 你要多练佛 在上人的开示当中 我也领悟到很多道理 上人说 你熬生自有熬生佛 我们对孩子要放心 他才能安心 如果你一个心 整天七千块 反而让他犯了不孝之罪 师父教导我两年 以前我打他肚子打两百多张 他只跟我说家良全都是用来打人的 是用来帮人的 所以现在一直做事也是帮人 想不到说六年前 家人竟然能出去 就是上班了 就是一个烘焙屋 让他去卖面包的 很多人的线 利用来帮人 他只会生活生 不得先死 如有为时 如有为时 吉普千奇奉行 其实我都想说 环保菩萨这都只是在修佛座方面 要招呼那些老菩萨 他们说我没有钱了我听不懂 他们比如说他不认识我们 就一对一的邀約去一些师姐 还是社区的他认识之的 坐在他旁边 还一次一次这样 我为你别说事事 因为我现在虽然说物质上比较欠缺 但是这个心都是非常非常富足的 所以我每天都抱着很感恩很翻识的心 在一切人事物 整个心心都是很正念的话 这自然产生的都是好的能量好的细胞 所以我现在一直讲说 我是不是整个身体都是没有癌细胞 都是持细的核细胞 对吧 我以前想说没问题就没问题 一直在想 那两头都没有想 以前我很埋怨说 怎么会有这个孩子这样 但是我现在非常非常感恩他 就是有了他 我才能左右持细这样 他能穿那个鼻子 还有这个车的一样 家良 你记不记得 你刚去那个华社公司 上班没多久 有一天回来 突然在我的前面就拜三项 我说家良你怎么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 4月7号 也是母难日 我要报答母恩 当时妈妈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好感动好感动 都想不到你会改变 这个是 对父母下是应该 看这个影片有没有很感动 有 那 白细胞怎么样 转成 实际的细胞 还有我们呢 观华环保菩萨 去帮环保菩萨来打扫 看这个影片 好感动 我们先让他捡 照过来 踪扯 我们先开 好感动 好感动 我 这 是 所以 好感动 我 其实 都是 对 好感动 我 今天环保之中团队来帮王庚子老夫大兰打扫家里面 打扫的业写师姐 为大家分享 我们看的精彩点声对视 我们打开了 敬爱的商人 金色师傅 在座的师兄师姐 还有献上的实际法亲们 大家早安 早 今天非常感恩罗师兄还有客户团队 成就我来跟大家给做很善言 一个月之前罗师兄跟我讲说 要邀我来这边建立广场 分享我的心路路程 我那时候一再的推辞 我想说我的现在的我的心 就是说已经都不想去想过去的种种这样的 我们每天过得都非常充实 非常非常的踏实 就是等于我的心里 我的心进了完全都那个 逃越逃头就是那个 就是小情小爱 还有无名 无名的烦恼 这样一个家舍全部都跳 像刚刚罗斯江讲的 这是口宅 都完全跳出离这个口宅的这样 但是想到说上人说 我们这地址要夸喜多昆祥 我们就不敢再推辞了 上人有讲说 我们人人的身上都有一部大帐 跟奸人千般苦苦不堪不相同 那时候 40年前 那时候就是说 那个经济刚不起亏 我们是在做批发的生意 生意是就很好 没有几年就买了车子 还有攀位还有房子 还有撑了四五百万的这个现金 我先生就到处去 就是要住的更好 本来是只有25平 现在住的是25平 但是 但是那时候他又想说 要换那个独栋的楼中楼 到处去看房子 假日的时候就带孩子去游山玩水 这样的 也不会是想去做好事 也不会是想到人间疾苦这样的 真的说家里幸福就是很美满了 这个肚子就很美满 但是 真的好久不常在 好久不常在 就是那时孩子十岁的时候 突然的得了脑炎 在交付病房 然后是要抢救回来的时候 就是要长期的控制这样子 那时候我们回来出院第三天 突然他的性情就180度的大转变 动不动就就发脾气 就要打人 不然就要自残 就是从五楼也跳下来 还有西瓦斯 还有那个同学不理他 他也要去烧补西班拿着打火机 用美工汤都带在身上 就是勾自己的手腕 到现在手腕是伤痕咧咧的 那时候因为那个主治长庚医生的 主治医生就介绍我说 去那个杭州栏目 一个宋维琛的教授 他是心理辅导的专家 就是一对一的 一个钟头就五百块 去的盘也没有叫而建校 又介绍我去台大的一个宋教授 精神科的 用药物控制 但是也没有效能 完全没有改善这样的 那时候因为没有走日 还有叫那个德里斯 来我们家 看德里斯一进来说 哎呦 晕到你家到处都是死角的 不能住人 我说不能住人 你要住哪里 他说 这个要住的话 你那个瓦斯鲁要搬到阳台去住 我也这样照办你知道吗 他有去闻那个通灵的 通灵的说 你娘换了那个 给那个银金栽主 禅身道了 你这个要化解这个怨气 就要买一万多块钱的那个金子 扣紧烧给他 你知道吗 一万多块的那个扣紧有多少吗 那个小货车 载到淡水河边去烧掉 你知道用汽油烧 你看有没有比较好 真的没有 反而更造成这个空气的污染 那时候 就是我现在想起来说 哇当初的我为什么那么一次 把那个真正的钱拿去换假钱来烧掉 你看这个就是也颠倒迷茫的人生是不是 实在那太疑似了 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 刚刚那个我演篇大爷有介绍一下 就我妹妹就看我 那不是一直他先进来做紙记的 他那七十二年受证 他就说 姐姐我们一起来做紙记 就把孩子带出来 我就很生气 我说你没有看到我日上有一个包袱吗 真的我出门的要带着他 那时候 有一次我们那时候医院的澳洲年庆 他就带我去花蓮去巡棍 坐紙记列车 其实那时候家人他很大的胆子 他都不怕水 他怎么竟然会跑去上人的那个 租房的窗外 跳起来说 师公我叫吴家良 我有脑圆都治不好 师公就治悟了 上人就住他说 你这个不是病 比你更严重的还很多 你要多练佛 回来的时候我就 就鼓励他每天二十具 一千具就给二十块脱铺买 你看那个画面就是我们每个月 那个林盛盛盛监检社我们的组长 都带我去那个六楼去巡棍 就每个月 那时候如果到处哪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他每个月就是监线 就通常都写说 今天这一次要帮助谁 这一次要帮助谁 这样的 我也就是带他去做环保 那时候我们设计刚好在退冬环保 还有人叫他抄写禁师 而且又遇到他生命中的大会人 就是林素兰老师 到现在已经将近 快三十多年了 还是不离不弃的 到现在还是在关怀他 还有遇到他生命中的林松田师兄 他那时候是让子回头 我妹妹他说那时候我们的七八年之后 他有听那个上人的开示说 有一个让子回头的林松田师兄 他在台上在讲 但台下都人家给他见证说 这个林松田师兄确实有改变 这样的 而且又一次一听到说 他带了一些那个精神 精神病患在炉上看到 跟他太太带他去那个就是家里洗一洗 再带他去派厕所 这样我跟我妹妹说 说不定我们带家粮去 也不说不定有个转机 真的就带他去 真的那时候第一次带去 他是在卖水果的 后家粮就整个水果他摆得很漂亮 就给他乱风 结果他说那个小菩萨不能这样子 他就跑到五楼又要跳下来了 对面的五楼 那个林松田师兄他用软实力说 家粮家粮我们下来下来 我带你去吃面这样的 那段时间就是说 我本来我要去做完把什么都美式的 我带他去寄 寄在他那边这样的 如果他又不欢了 我就打电话 偷偷打电话说 你家粮又怎么了 因为他刚刚也讲说 他就打了他的肚子 也是趁他没有注意的时候 手就给他用到后面去 那是说这个手是要来帮助人 不是来打人的 那时候我不断的听上人的开始说 儿身自由儿身福 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把对孩子要放心 他才能安心这样的 不断的慢慢慢慢他的性情就有做改变了 你看谁我做梦都想不到 那时候那个影片说六年前 其实那时候到现在已经十三年了 十三年我非常非常感恩这个 核硕电脑公司 还有其他儿 核硕电脑公司的那个董事长 董子行对这个孩子 非常地照顾 他是领核硕公司的 那过年过节 都有那个还有严重奖金 像那个吃尾羊 他们带他去吃尾羊 还有九千块的礼券给他这样的 对他们都无非不自得的 这样照顾 我说感觉每次在写说 真的问天调查 我都写说我都是 我们都打勾打勾 就是没有一点切片 而且喜欢的那些老师 辅导老师 对这些孩子都非常地关键 在那个环境 他成长规格都非常地多 那一个月薪水 领两万多块 就是牢记法的 那是基本的牢记法的才是两万多块 我就把它分成三部分 一部分就是他 就是要吃早餐 坐车子这样的 他的贵用 还有一部分就帮忙我的假计 帮忙缴带款 还有一部分我就给他存起来 这那个 那个 以后放老的基金 还有那个奖学 那个年中奖金 差不多都有三万多块 两万多三万多 每次我因为我那个房子都四十几年了 那个油漆也怎么脱落不堪了 还有那个冰箱 电机 那个洗衣机 怎么要换 还有热水器 都是用他的钱 像前年罗师兄带我们去马来西亚 灰机的钱 也是他出的 像今年 今年那个就是要那个 我的那个铁窗 那个油漆掉得很厉害 厨房 浴室 因为都是守不得 能夺够且够这样的 那是一有康的 年中奖金 我就想办法说 修理什么修理什么 今年就又花了三万多 全部家里的放冷浴薪都给我 用得很干 那个铁窗 还有上面本来 都有脱落 阳台全部都粉刷这样的 所以我今天家里有这样的成就 这样的成长 这样的改变 真的我要感恩的人 实在太多太多了 没办法说 用一两句的语言能能表达这样的 你看他感恩那个合寿公司 还有那个 西方老基金会 还有那个老师同学 还有曾经帮助他的人 我们真的 我们母子 忧众的感恩在感恩 昨天我就 有时候 有用耐出来叫我讲这些 大家就看你一看都还不错了 还蛮丰富的这样的 今天就给我用耐桌 就是说 那个 你有没有迟到 我说我没有迟到 我现在把心 情不得都记得开佛菩萨 这种佛菩萨的价值 我用一种祝福的心这样的 他完全虽然是他还要在吃边形的药 但是现在做几年 药物控制都没有在华座 以前真的时常都要华座 甚至做那个捷运 捷运的时候 有一次我刚好去看老菩萨在那个双耳医院 我有看到那个一个救护车 救护车我也没有想到是我的儿子 你知道吗 我到八了的时候 我就接到电话说 你是吴嘉颖的妈妈 我说对啊 他说你的儿子在双耳医院的急诊室 我就赶快跑下来 原来他那时候的偏心发热 你看那个路上都有贵人 人家用轮椅给他推 推到那个又又上那个救护车 你看倒置的是 跟贵人我一路走来 就是这样的 母子都是贵人 算是都是在我的坐着 对啊 那时候孩子让我不操心 我那时候那一段时间 就把那个我全身的照顾孩子 把那个生意都给我捡身去做 想不到他成名在 那时候刚好在流行 大家喝六合宅 真的 把那个 还有我们那个菜市场的地下 环楠市场 你们也听过环楠市场吗 对啊 地下市 他们就跑到地下市去 聚赌 都赎赎 都一次都一二十万这样的 你看本来有四五百万的钱 结果全部都赌光 还有那个摊位 一个三百万摊位 顶给那个债钱人 还有那个那个 那个 我们的那个所有箭串 你看你去借钱人 还有见了 趁了一大笔的战 到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太 都已经太迟了太晚了 那时候亲戚都说 你们要离开北部到南部去 我说我被我现在是正元法师的弟子 我宁愿被打死 我也不离开 真的那时候我就看他也有心要要那个悔改 我就一再借人 全部来 那时候刚好我的主长就是黄永成师兄 就叫他来做童干狼 就是讲说要谁怎么来管 我们说我们很诚意的要管 但是你们给我的时间 大家都很愿意的 我说南部他的家乡 在天尾乡那边有一块地 这是他的所有的 卖掉就可以管了这样的 我们做到时间一定要拼命赚钱来管 大家也是很乐意的接受这样的 那时候我们一天烤三个菜市场 下午的时候又到那个中间新车的附近 人家那个会有的天地 一万块给我们那个种菜这样的 你看就是跟时间赛跑 每天都吃也吃不下 睡也不早 一心一意就是小孩小孩赚钱 要赶快还还钱 但是真的老人咖紧细胆 那个十个月就病倒 那时候刚起初是子宫肌瘤 子宫切除 卵巢切除这样的 那时候医生叫我来够休息 我哪有时间去休息啊 我就也没有休息 就再继续在做 但是三个月后就病变了 病得就是罕见的急性荣老磨癌 那时候一直写风 一直送的写风 一秒会这样子 那个故事看了都 企业的呛传的叫怎麼会这样的 整个那个都破裂了 那时候紧急的做废室 回忆的花围 也打听到说 赢了什么 那一个 医生他现在在花围 子宫厌 我们就赶快做废室过去 但在檢查者出來了報告的時候 我的癌症罷了呼喘 匯部跟腦部 必須做高性樣的化療 不然有生命的危險 那時候我非常無助 便哭著 跪在病床的時候 有醫師說 醫師你一定要救我 我不能死 我還有很多事要做 我還要照顧一個孩子 我還要做之地 醫生看我床邊 放了很多本的金書 還有上人的著作 就是說你放心的把身體交給我 把心交給上人跟阿彌陀佛 第二天開始做高性量化療 我就右手打著化療 左手打著點滴 手心有彭德金書 金湯金、地藏金、普魂品 阿彌陀佛金 大別做佛號 拼命的被拼命練 沒有在做化療的時候 我就摸著牆壁 起來都一直硬硬 高性量化療 一次都要打七十澳的小時 人家三個禮拜來一次 我一個禮拜來一次 我就摸著牆壁到國堂去 禮拜觀世宜菩薩 去求摻毀 摻毀說 那時候年輕的時候 不懂事 父母不要我叫這個先生 我偏偏跟他跑到他家裡去 是那時候他武力了 是他們 那時候我爸爸媽媽都認了說 我們兩個可能是去投日夜潭 因為我們住在日夜潭附近 我竟然 你讓不顧一切的跑到那邊去 而且上人又要我們要出事 很實際的要出事 我竟然斷斷信心的下不了決心 到等到我的重病的時候 真的 我這樣化驗的時候 我要生生世世 要如是 要欠人來的如是 這樣的 就是本來 這種醫生說 不可思議 本來我的療程是要做十二次 結果就到第八次 癌細胞已經都恢復到正常值 那時候就是說 連你看 本來一天的要吃一餐 十一顆到十三顆 結果已經二十一點了 連一顆都不用再吃了 而且那時候 而且我要出院那一天 我就特別到那個婦女站感恩 醫生跟婦女人員說 救命志問 如果沒有這個醫生 沒有醫療的反對 我現在可能不在世間了 那時候我問醫生 那時候他等打我高級量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失檢的 女兒在榮榮已經打高級量 你就往生了 我說醫生你打高級量 然後我意思說生命這樣 他說我這個沒有給你打高級量 你早就沒有命了 那時候我記得給你感恩 醫生還有婦女人員的時候 他說沒有啦沒有啦 是你平時有在做善事啦 菩薩保佑你你回去的 還要打拼的做這樣的 怕不要夠走這樣的 那時候我剛好住院的時候 我們實際是33多年去 那時候海內外的執事人 好多都去聽到說 我們法親有在住院 我又那麼緊急 所以都特別都一整天到晚都很多人去 為我祝福去探望我這樣的 還有那個有綜合的師姐 寫荒師姐他們說 回來的時候跟那個艷南師姐說 欸要趕快去看苑寫 不然去跟他住一個晚上也好 不然會看不到他的 還有板橋的師姐 我們的王師貞 過了幾天他跟人講說 我們那時候去看你的時候 那個走出房門說 看苑寫都咬老口說 苑寫沒有救這樣的 還有那個綜哲師兄 現在的總統的那個有沒有核心人 他說他每次都形容我說 像那個一個蠟燭 要熄滅的蠟燭這樣的 想不到我現在那麼陽光 那麼這 就進行去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李大隊長每次看到 因為以前我們是一起在推動環保 每次看到我就給我的FID 我說 他說 這是六座來盾 他說讚 他說六座來盾 真的 這一切的一切的要歸功於 這個沒有團隊的力量 活力加持 上人的得很感到 還有那麼多眾多的法軍 這樣來祝福了 那個就是一個正能量的加持力 所以我會長 我到現在每天都是抱著很感恩 很 很 很 就是很 那個要怎麼樣 很高興很感恩 很感恩 很翻喜的心在做燈 回來沒有多久了 但是那個五星師說 他說他要 他要出去 那個就是 去工作 結果 一出去 就六年都沒有回來 這一通電話怎麼樣 那六年後 有一天就打一通電話回來說 他要 你要結婚了 叫我跟他結婚 開花 再次 那第一次的你要開手 哲學 你還要流啊 還要流啊 其實是 那時候 今天 我想說 我們有一首歌有沒有 念在哪裡 恨在哪裡 一切只是觀念而已 是上文講說 那個你如果沒有發育養就是要教醫師 發育養就是會打多少 所以我聽上文這句話說要發育養 我就覺得說真天真天萬人這樣 那段時間我都就是接了很多的工作 因為為了要反戰 因為他把所有的責任都丟給我 讓我一個人來承擔 但是那個債主沒有一個人來不能要緊 都是我自動的三千五千多少 這樣來談判這樣的 我那時候接著工作 你看早上先去銀行打掃 打掃回來去報金子 報金子之後又給他放著 又去那個公司打掃 打掃回來又繼續包 包到包完的時候又去那個茶藝店 包茶藝就是算終點了 那個包那個金子是論見記仇的就不一樣 還有包茶藝包完又幫他們打掃 一回來都一兩天了 但是我那時候 雖然說我那麼孤獨的一個人來承 但是周遭就是有貴人 真的我現在回想起來 一個這一個一個這一個 那時候一兩點回來 你想我又不會騎腳踏車 又不會騎機車 那時候我要哪有辦法說 從那個有沒有 那個有沒有那個板橋 圓棄那個地方 那藍牙藍路 那我要到我家裡 我現在有講一個插曲 那是吳秀雲剛好 那麼巧就是被他兒子也是負債爺爺 就要賣房子 也要這樣拼 然後就來這樣的 每天那個上人 在人間谷底也有提過 就說 這是那個寡心的 溫心的陪伴這樣的 有一次那個 不只一次 在那個愛買的地方 因爲我們回來的一兩點 他的身材又很恢復 很高大 那個警察看成是男生 每次都給我們男下來 男下來 到我進的時候 是女生 他就叫我們走這樣的 那時候 我們回到家的時候 他還要再回頭 他過猛不日 還要先載我到家裡 我說 你等我走到四樓 你才可以離開 因爲那時候那麼巧 就我一樓還有我三樓 一樓是往生太太 三樓是往生先生 剛好就都還沒有出病 還沒有出病 我那時候也想 我那時候想到我朋友 可能講說 有一個做阿公的職責 他的生子往生了 他就職責就 好像他的靈魂都在那邊 坐在樓梯那邊等 我那時候想說 修醫師姐 你不要先走 你要等我到四樓 就給你收你回去了 你再回去 那真的 他真的就等我到四樓 本關起來 就我手給了這樣快就離開 但是那一天剛好三樓的先生剛好出病 他想說出病了沒事了 這個到二樓的時候 他就 就就就離開了 我上去的時候我就打電話 我說你把我嚇死了 我到時候 你給我講就拿起來了 他說不是今天有吃病了嗎 我說 怎麼解釋 真的誰哪個吃病 但是心裡就是毛毛的 人就是所反乎 沒有菩薩的境界 這樣的 但是到我那個 那段時間就是一個一個這樣可以辦 還有那時候 比給那個A師姐 在一起打掃的時候 不小心 就是我的手 被壓下去 還好有戴安全帽 就手斷了 但我那時候就一直哭哭說 我不能做事了 我怎麼辦 我怎麼辦 這樣子 那個蔡師姐 我住在我對面說 那個你先醫藥警 結果你看貴人就那麼陷 第二天就有那個 那個佛康聖師兄聽說 艷險的手 得斷了 就馬上載我到那個園林 一個老塞 把我接一接 那個藥膏貼一貼 一個禮拜我又工作了 真的 這個很不可思議 謝謝 一直一直我都回會覺得說 真的太太感恩了 就主導說 十年前又得了拿摩流 就是我們那時候做三星 我一直不去 那是我們的合企長 是有一個名偶要趕快去 不然那個什麼三星的智慧 有名偶只有三位 其中我一位這樣的 去檢查結果半月的時候 那個護士小姐說 你那個師傅 你不要貪心 我跟你講 你的頭有那個腦膜有 兩公分多 要做那個什麼夾碼刀 這樣本來是一般的開刀 但是醫生跟人講說 一般的開刀 傳統的開刀 就要三個月才復原 但是護理症比較多 他建立我做夾碼刀 結果我做夾碼刀 我想說夾碼刀 因為那時候好像要智慧 結果他也有個案的處理 這樣的 時間到了嗎 還沒 還沒 所以 所以那時候 就用夾碼刀 我也休息一個禮拜 我就在繼續工作了 但是到去年前年 我三次都昏倒 昏倒就是這無常的視線 因為醫生一直叫我說 你不要再有壓力 不要操老過度 我說 真的 我就想說 真的 那個 要有這個生命 有這個健康的身體 才可以做 所以我 把工作的一直移在移在 現在做的就比較少了 只是早上去做 以前都一天接四樣工作 五樣工作 現在只有 這接一樣 這樣的 但是我留著多餘的時 下午我就可以說 去做黃靶還有慣心 那個黃靶菩薩 還有慧元還有癌症的病 所以我現在真的 剛剛他講說 那個 實在那個藍會 我看得真的很心疼 但是心沒有離開上的榮華 或者說五三十二年來 我的心從來沒有離開 一天離開過 做慈懼症 我的整個心是 都沒有在想說 我過去怎樣做 我都把它當成是我的養分資料 真的這個修行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 每天早上 我都訂功課 訂功課 早上起來聽 一定要聽上人的該事 真的上人的話 真的說 我今天為什麼那麼受用 真的 我一直認為說 我做不夠做不夠 你知道嗎 六年前的吳明洪 那時候我心好痛好痛 我真的 我內心一直想吶喊出來說 我恨不得讓全世界的人知道 我的心 孩子的心 是被上人進化的 是一路走來 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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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有實際的法真的 陪伴上人的德恨感到 我哪有時候 一罐一罐這樣的去突破呢 所以我一直在這裡做不夠 做不夠 我的心一直信念的想說 要接引更多更多的慈濟人來 所以每次人家拿東西來的時候 都是有肯定我們慈濟 我都跟他講介紹慈濟 他說 你知道這個點是用來做什麼的賣的 這個賦詞大愛台 真的 你有沒有在看大愛台 他說有 一直鼓勵人家看大愛庭上人的畫 這樣的 時間剛剛羅師兄帶給我畫圈圈了 你看三四十點的畫實在彈步 但是真的 你知道我們就是要把這個負能量提升為正能量 你知道嗎 那要就是說 要上人的 上人有一次講 他說 他以前是一隻 那個年輕的牛 小牛 現在一個老牛 你看背起那個四大之夜 把頭懷孕 希望每一個 實際人用一隻手指著給他推著 我那時候 前年做了一個夢 夢到說 上人來台北新疆 周遭都沒有人 人的隔 隨時 只有我一個人跟在後面 上人就拿了一把那個盜蟲 就放在我的手心 他又講說 還不夠 又抓了一把 又放在我的手心 就繼續往前走 我就繼續往 跟著到了他後面 前面就一座山很高很陡 上人一下子就爬上去了 我就跟著後面爬 爬到快上面的時候 爬不上去了 一直拼命的爬不上去 後面還有一個人真的講說 你要右轉一步 再左轉過來就可以 我照他的指示真的這樣 右轉再左轉 就爬上去 結果就醒來了 那這個夢境就很明顯了 上人就是要果然的人間菩薩大炸身 還有還有很多事要做真的 還要接引更多更多的人 所以我現在想說 我都七十出頭了 但是上人說 你把五十歲的那個 記在我的他是第一號碼對不對 受量銀行 我現在正年輕 我們說人老 自然法則 但是心千萬不能老 真的 要那個就是上人的腳步 一定我們要跟隨著 我今天要出門的時候 我跟何菩薩說 希望在場的 不可能是會這樣 我們慈敬人 千萬不能有退轉心 他更加的來幫上人獨推一把 真的上人八十三歲 我每次看他上人 我心都很燙 我們這上人的地址 還有沒有進來的菩薩們 大德們 真的 我們這一條持紀錄 真的你永不後悔 永不退轉的 要堅信我們道心 我每天都對這個何菩薩回向的時候 我都會這麼講 這個也是提醒我們自己 我說讓我道心堅定 那個就是更加解好人 解好人人 廣言 善言 這樣子 我看到人人氣管行 人人看到我氣管行 我愛人人 希望人人都愛我 我想要接引更多人 讓我有英年記住 英年更好一點 我每天一直期許自己 說要怎樣來對待人事 人事因為那個環保戰 就是人都 就是夠中派的 夠那個就是道場的都有 但是就是我們要怎樣去 其實喇菩薩他的要求不多 但是只要我們跟他安撫這樣的 像那個彭隆前師兄 他本來上面 眼睛縱鋒都走不出來 朋友的人帶他來 我們就知道他是賭金到他家裡去看 他原來一個人 就是他弟弟住在樓下 我們就特別準備一個便當 讓他晚上都可以吃 我在近視室先買一些 就是咖啡、香雞飯 我們直接的資料 讓他早餐可以吃這樣的 還有兩個那個阿維 那個就是阿維 他那時候 他現在才有四十幾歲了 他們爸爸 這是媽媽往生了 幾年前往生 他媽媽 他爸爸又去嫁了 丟給他的眼鏡去照顧 結果他兩兄弟就在那個附近在遊蕩 我們的師兄看到就把他帶來環保戰 這個現在我們跟他互動之後 把他當成自己的孩子 這樣來照顧、來關懷 他現在也 這智慧都提高了 這什麼 還有一個真的 我們 就是最主要的是我們環保戰 有一個很 很 那個就是說大家他的性寬面層 還有那個核口護血 志同道歐的那個環保團隊 那個讀書會 今天我要講說 給我再五分鐘的時間好了 因為那時候上面八年前 二零一、二零的時候 大概那個就是 我們環保干儀幹事 都把圍花園三天兩夜的那個 行營那個就是 生活營 那時候上面就特別講到這些 幹事說你們回去要把它好好的照顧這些環保菩 我那時候把那一句話拼在心上 我就思考著說 要怎樣來照顧這些老菩薩 我想到說 我有讓他入法 法入心才有辦法說 他就沒有什麼喜氣這樣的 就想到羅師兄 那時候他帶那個社稷的讀事會 已經四年多了 句句都是以上人的法在教導這樣 那時候剛好在讀那個島谷地藏經 地藏經就是說 劉師兄就用那個佛門大下地下的武 地藏經 在做講義這樣 讓那個菩薩知音 革零效到這樣的道理 那剛剛有講說 要帶進來的時候太不容易了 就半推半救這樣的 就要把他摸這樣 說你不要來 你不知道 我的杜朴啦 我的東西很多啦 我做不完啦 還有我不認識字啦 你看那個畫面都有 我們一次一次這樣都去掉 那個劉師兄 他又有那個親活力 音質又好 偶爾會唱唱歌集一下 娛樂一下 他就說 老夫說 都很喜歡唱一下歌 所以劉師兄真的 照顧這個環保 反正學人他沒有說 他每次都講說 我在戴的時候 我一定要真的多講他幾句 為什麼呢 他這麼的耐心的耕耘很有 對 老夫說都是很有 就是很有這個耐力這樣的 你看這一次我們禮拜天 去大安寺寧公園 要四十多位的 要上台這樣的 劉師兄就說 你看就是 因為七八年來 真的可以顯靈出 所以可以完全看出來說 噢 這些菩薩他們 你記相心力 啊這個 這是很那個 盜氣俗子這樣 都會互相的照顧這樣 所以那個劉師兄 你看他的那麼用心 他回去說 他退退 我說值得啦 因為這樣大家 你看 那些有一個紅紅線 他在眼睛看不到 他不能講說 噢 我第一次來到這裡 他隨著沒有看到 看到一個影子 但是他那個心都想說 哇 怎麼這裡那麼美 因為他有聽到聲音嘛 嘿 好 好 我要結束了 抱歉啦 爹個爹個爹個 感恩 一載的感恩 謝謝 來 再請你講三十秒 你現在每天怎麼樣讀金精進 三十秒 三十六不夠吧 不是啊 我早上起來 我四點都起來嘛 啊這一定共和 共和之後 我就聽上人的開示 一定要聽上人開示 啊然後 差不多六點半結束 我就讀金剛經三遍 普文品三遍 還有拜佛 拜二十一遍 八大仁絕經 啊 之後七點五十分 我就八點就出門了 出門連邊走 也是被連佛 我在那個住家在打掃的時候 我也這邊練大飛車 還有那個 柳師兄的播放機給他開著 我這邊練佛號這樣 啊下午的時候 我就進防保站 啊 傍晚回來的時候 我就煮一煮 就趕快洗澡洗一洗 啊 共和 上人說 我們慈濟人 無量益金 揮賭不可 我定來做一句話 我就每天就賭 就沒有沒有間斷這樣的 啊 到八點到九點半 本來都有看大愛機場 啊 現在我小時候 欸 像我的那個髮髮精 啊 因為現在在講他信潔品 啊 所以我那個荒廢品 有五分啊 所以我現在就 我在家裡這樣 獨一個半小時 九點半就睡覺了 啊 早上四點都起來 這個是我一天的行程這樣子 好 真的可以嗎 好 真的是好感動喔 感恩燕雪師姐喔 這樣生動感人的分享 再次熱烈掌聲 好 燕雪師姐 只用四命做主意 也全身都充滿了慈濟的細胞 是不是我們的好榜樣 是 哇 再掌聲 真的是好感動 那接下來法禮 法禮還有回饋分享的部分 依然是我們的高明志高老師 我們熱烈掌聲 各位親愛的師兄師姐 各位現場跟現上的菩薩家人 大家好 好 今天來了兩位大菩薩 有沒有很感動 有 現身說法 都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人品點半 那我們先看上人的開始 法禮 法禮 待會再一起來回饋 今天因為是火宅玉 火宅玉的第二次導讀 那上次講到這個火宅還沒開始燒起來之前 對不對 每個人都有他的田宅 對不對 二宅就根本是 那今天這個火燒起來了 那火為什麼燒起來呢 我今天剪了一段 剛好羅斯兄他很認真 他屁屁屁很多 他最後沒講完那幾張 剛好上門方講 對不對 就是吃泥如火 以法禮苦 火為什麼會燒起來 貪生吃這些都會燒 那種貪 貪玉 貪名 貪色 貪利 我們常常講 那撐火燒功德靈 這也常常講 生氣就會火燒功德靈 那我們今天來聽上人 開始這段吃 貪生吃的吃 吃泥為火 那以法禮苦 像剛才燕雪師姐 他就是以法能夠禮苦 那我們來有大概七分鐘 大家共心聽 再來我們邀請一位師兄來分享 五日老行 來你撥 五日 universo 桃蕅 七位無名是湾頭 無名入血 分似的 七少kum 無力 一切碗 花時間 好份 少下體 真心 戚 无名的关头就是戚啊 贪真戚三项 叫做无名 无名的入会啊 火若一烧 就整个都是梦缘散无啊 所以这个戚也是因为 我们无名会起 所以它无疏散啊 看不到情面 我们常常听人这样一句话说 无名会啊 一拍受掉了公顶啊 这呢 普遍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会要说 就是呢 我们平时啊 这个无名 是是在我们的心里 这些无名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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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常常听人 可能呢 这就是我们叫做反复啊 反复 七就是啊 无名一起 七暗分枚就起来了 所以这个七的名字 哪就是不了不了解 虽然平时的道理也 虽然话啦无理心 话啦无理心啊 一切反的 可能平时的诸位 说的道理 无法度等我接下来 后头秦书说 一段披露的故事 说啊 有一个国家 国王 有一天 想说 要去发生的发生的发生的观点 想 怕发生很大很大 这样呢 怕了会疲惫 为自己哭怒 所以啊 这位 水中 在生活边 那他就说 你驾一帝啊 对我走啊 那这位 水中啊 自己来心想 那我评评一下 我评评一下 驾一帝啊 对你国王的 后面走啊 好呢 感觉呢 没可能有 面评一下 所以呢 他就跟国王说 哎呀 别让我用起来 我感养用打的 那 国王就说 好啊 你如果要打 打三十六帝的鱼啊 这就是一个披露啦 好在经中披露呢 我们人 跟这样一样 披露一下 收行者 叫你说 要吃鱼啊 尤其是 南路 吃鱼啊 要吃得好 政团 收行者 对这个 食欲啊 严格 啊 这位 出家人 师傅 给他说 那肚子 哪有 头门呢 这个政团 里面啊 那等的头门 十十五帝的头门啊 跟扛起来 他回答 师傅说 那十十五帝的头门 我要收解了 我哪可以去扛 那个十五帝的 头脚 落下来 那一只头门啊 师傅就说 你只知道 生我那只头门 没去想到 你的信赖 三十六帝的 悔悦 好 同样的头 你 还有 王教的 业子 一样 感觉 没面子 跟那个 收行者呢 一个十五年 的头门 感觉 我是 受解 所以 我没有去 那一只头门啊 东西嘛 随间 生起了 五帝 这来的 这个五帝 会 起见后分哪 就 这个境界 一扑现出来 我们的心 不健康 就马上 起到五帝 那这个五帝 会 那一起来 扫下 天 我们的 会 命 就靠这个 五帝 会 把我们 笑了 起来 好 非常感恩上来 给我们开始 我先简单 故事一点 再邀请 这个金彪师兄 会有做新的分享 刚才我们是不是 学会的痴有吗 痴上人说是不了 就不了解法 道理没有入心 法没有入心 所以你看痴就说 哦 什么叫痴 你不了解 道理就是痴 法没有入心 不会用 就是痴 诶 然后我刚才就想说 你看 就说你看 因为你没有 心中没有法 对不对 那境界一来 是不是会擦枪走火 那五名火就烧起来 很多灵火 刚才 罗贼的师兄 是不是放很多这些 澳洲 哪里美国这些火 等等跟他看 所以你看 如果你心中没有法 不能做到如如不动 然后 这个境界一来 那个五名火一起来 你的 这个心 心灾 就可以烧起来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先邀请 那个叶金彪师兄 为我们做新的分享 给他掌声鼓励 好 敬爱的上人 还有线上的菩萨 还有在座的菩萨 大家 早上好 好 好 今天 罗师兄的分享 还有燕雪 师姐的典范分享 让我非常的感动 真的 燕雪真的是 我们的典范 那真的是 我们 可以 他的经济 他的努力 可以让我们之类学习 那其实在今天的火待遇 我就想到 我们 我们这个 我们的身体一个这样的小乾坤 其实也是 为心所现 为事所对 那我们这样的心理 我们的心载有没有固好 自己的心载有没有固好 是不是 也就像说 在佛 或是佛法 也是也有说 正法 心法 梦法 那我们假如心就没有固好的时候 随时就可能处在梦法的时代 那 其实我们 那 万一说我们心没有固好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处理这样的心呢 那我在我个人 我看到 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在座的很多的典范 我们可以写起他的精神之外 那我们自己 有些人他 包括在座的 现上的菩萨 也有自己的订课 那么我们自己的订课就可以 可以让我们的心能安住 那像我个人的订课 我就是 早上一定就是新法相 还有上人的职工早会 再来就是我们的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慈系人 慈系师的话 就是新闻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 看我们心里有没有安住在 那假如说每天早上的订课 有错的情况下 那就可以像 为地先斗以言以诚 那我们心的火 不会随时 一到经济来 就是 就不能就是 就是会 没办法是 螺耳三顺啊 而且心也不会 心欲不坚啊 意不粗暴 那像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去 学习很多的情况 像我 螺族经济堂 我们有一位 有一位菩萨 他将近九十岁的师兄 他是 每个礼拜都会来的 螺族经济堂 而且穿着整整齐齐的 那 他虽然是九十岁 但是 他的身体 虽然是有衰老 那他每次都是搭轻车过来 那我们的师兄 就会 把这个菩萨 等他他要回去的话 我们就会送他回家 那 像昨天我就送他说 奇怪 昨天是开的是我们的 比如说经济堂的公务车 他是因为是 那个就是契运坐的 所以 就是比较高 我想说 他怎么上车上的那么慢 原来他 昨天是从另外一个门上车 另外一个门就是因为没有扶索 没有扶索 他整个人是跪着上来的 那我想说他那么慢 我就看一下 哇原来是这样子 心有点酸痛 但是他爱慈悸的心是永远不对 那这种就是我们可以学习 因为他 因为 当我们在心 在不小心成冷的情况下 有很多的食用血浆 他就会显着接近三十字 再来显得三十字最多的地方就是哪 到我们的慈悸的道场 那到慈悸的道场的话 你至少 你那个当下心会是自我清凉 就不会说 你那个无名火就不会起来 那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是可以有很多的仿石个案 我们去 当我们在身心 人 不是 没调理好的时候 假如说有人一通电话说 要去看着仿石个案 那我们就要赶快去答应 这就是人家送无报过来 我们去看着个案的当下 我们心等就会是心态意见 你当下的无名火就可能就不见了 那只有说在我们随时随地 也都可以学习到很多 那我当知己人很多的定课 也都是会送无量益经啊 还有现在有群主都是在每天送一瓶的宝华经嘛 像昨天就是第20笔 昨天就是20号就送20笔 就常父亲菩萨 那我们可以学习常父亲菩萨的精神啊 那我们假如学习常父亲菩萨的精神 我们到了静师堂 或是到了其他的地方 看到每一个人你就 你未来就当成佛了 那我们就会起恭敬心 对他就不会升起无云火的时候 其实静界随时都出现了 那只是我们心有没有调好 那我本身也有做无量益经 每天的订课一问我的订课都会在晚上 因为想白天思想非常多 那刚好这几天因为都是在 每周年庆拜经 那早上我就在6点多的时候 在新师堂大门口 那时候这时候是太阳是 那个热度是刚刚好的 那我们在那边 用在塞背的方式 然后在那边持中无量益经 感觉那个意境感觉是在 那个心很舒畅 而且那个阳光 太阳的阳光是非常的柔和 那太阳光光 我们希望我们吸收得到 感到这样的热忱 那我们是不是 我们有没有将这个阳光转发给 我们在座身边的人 那就是说我们在文法之后 我们有没有把法代用出去 那用得出去用不出去就是当下的心 有没有说非常的安住在每个当下 那我就说每个当下的心 是有法住的话就会安住 那假如说没有法住的话 就是会起无名 那起无名的时候 那我们希望说就将刚才罗生 要提水救火 估水救火 那我们要是提什么水 当然是提法水 那希望说每 祝福在座的每一个菩萨 我们都是死死都 都是正法入心 我们都正法注释在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在都法如祝福 没有末法也没有向法 希望说祝福大家都是这样的 死死都法起充满 感恩大家 好 感恩我们金飘师兄 他是不是精进主的 是 他真正是精进主的 那要跟他学习 你看他有做了定课 那实际室也承担非常多 那这个 那我刚才听的印象很深刻就是说 有时候你精进在菩萨道上 要不要有法亲陪伴 对 大家善知识 法亲 一起 一起共行菩萨道 互相扶持 互相鼓励 这也是上人教导的我们 所以有时候你要常常 身边 就是跟这些善知识在一起 这样走这条菩萨道上 就随时都有人互相鼓励 互相帮 很好 那再来就是说 这个定课 定课就可以修炼定律 定课除了让我们法入心 整次会 会生定 戒身定 定会生会 所以定课就可以让我们找定律 先有定律 然后就可以增长会议 所以鼓励大家来做定课 那我先回应一下那个愿雪师姐 我觉得愿雪师姐 我看到他 第一个印象就是他的面相 他面相好不好 好 他现在比较好还是以前比较好 对 就现一个菩萨相 智慧的相 那这是第一个印象 那刚刚还有 还有另外一个印象就是 很深刻的就是精进 他精不精进 那我先来讲那个面相 那面相他会 他其实 一开始苦不苦啊 苦不苦 他一开始很苦 可是他靠着什么来转的苦 第一个是做慈祭 是不是做慈祭 还有吃素 我把它简化一下 要不然他刚才讲得非常好 做慈祭做很多嘛 吃素 还有求忏悔 是不是 还有做定课 所以这几个 你要记下来 比如说 你要做慈祭 那你要吃素 那你要求忏悔 还有做定课 继续的法入心 这样的话 就会 就是会赚 那我记得 因为现在每一张 见证分享的那个 菩萨的这个文章 都是我写的 那我发现 每次都写的还可以 我抓到那个重点 我念一下 我给念学写的 火宅人生善用法水 转苦为甘 无常人生菩萨道上 转世成字 有没有 听完他的分享 有没有发现 我写的这个六小段 有没有很贴切 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 这个一开始他就想说 转苦为甘 这样 那我觉得他的前面人生 应该是火宅人生 你看他们遇到 你看很多考验 这个老公赌博 不债 悲债 还债 小孩子 生病等等 很多的苦 他都遇到了 就跟火宅一样 那一开始他的心 也是有没有 到处去求神问福 有没有 到处去先去找医生 什么该找的都找了 那自己也拼命工作 火宅人生 可是还好他有没有善用罚水 有 他有刚刚那几个罚水 所以做吃剂 有吃素 有求忏悔 有定刻等等 所以他才能够转苦为甘 这是很重要的观景 而且面对现在的无常人生 他持续的走在这菩萨道上 是不是才会转世成字 他现在智慧有没有增长 越来越正常 我都觉得说 他才会快到不退转菩萨了 这样 给他掌声鼓励好不好 真的 因为他那个心 我觉得真的是 已经到不退转菩萨了 他最后那个梦 我就觉得很棒啊 那个梦 他自己理解 上人要他人间菩萨道 叫神真对的 上人给他道种 那我就想到道种字 给他道种就是要 要这个墨种 不善种子骗功得体 菩萨一切 能够得菩萨 能够增长菩萨的种子 等等 所以一个是要不善种子 一个呢 就可以得到这个道种字啊 道种字就菩萨的字啊 你一切是道种字在 就一切种字 所以非常赞 那你也体会得很好 然后真的是很真心的 要来本间菩萨大招生 而且你讲到无异风那一段 那种悲怯 那因为你真实走过嘛 所以你那种系统 那种悲怯 就觉得说 你就见人就说自己 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还有 我就利用你的案例 就想一下 你在里面提到你的孩子 家良 家良他中间有位贵人 就是我们的灵松点 灵松点是我现在的对手 我现在讲一下跟他们 我们都是中和山团队的 罗恶原是我的母鸡 然后那个 那个燕雪是我 进那个中和静世堂 遇到的第一位菩萨 那时候刚好 有一点过年 我跟迟路去找他们 燕雪就在 所以那个都很有缘 那连松点是我们现在的协力队长 他很资深的七几岁 不到七几岁 七十岁左右 那那个 他之前十几年前就做协力队长 因为我们的协力队长刚好 有点状况 他又承担 有没有 我就很敬佩他 因为昨天才去他家 就缴一笔钱 就是我们有共同故事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就发现我们的法亲有没有很可爱 我还不晓得 我们松点队长 他当年帮忙度了我们的家粮 所以大家这些菩萨都默默的做 我就对我们队长就更敬佩 那这个 还有就是 你看我们这个 燕雪是不是有感恩的心 有 你有感恩的心 贵人就会很多 我跟你讲 感恩会带来贵人 愿意呢会带来好缘 这是我个人体会 你要贵人多 你要 实实感恩 人能感恩 有没有 燕雪有没有处处有贵人 他要感恩 合树啊 感恩喜安额 这些基金等等 那你要有好缘呢 你就会发好愿 要了解吧 你要贵人多呢 你就要学会 实实感恩 人能感恩 这是 这个 那另外他的分享里面 我觉得 很感触的 就刚才想到我们队长以外 他想到 法庆的关怀 你看他在生病的时候 有没有很多师姐去看他 这些 真正 法庆的关怀 我觉得 这是很棒的 所以 这个 就是 燕雪的部分 就给他 回馈到这里 我们再次给他祝福好不好 我们要跟他祝福 跟他祝福 好 那再来 我觉得 罗师兄 罗师兄导徒 战不战 战啊 他都很用心很认真 因为上人有说过一句话 上人有说 他说 28品里面最难讲的是哪一品 P1品 也不知道怎么听 我是上人每句话都会用心听 他说P1品其实真的很难讲 那他有用心讲 因为之前不是刚讲完P1品吗 因为我刚好从P1 我虚法相是从P1品中间开始虚法相的 那我 所以 两个多月前开始做 维持虚法相 所以上人的法 我又更把它更深入 透彻去提醒 那 P1品 那今天 罗师兄他就 就是 你看有时候 每句经维 是都给我 把那个P1 都不用再复习一遍 有没有 这个部分 你用心去看的话 这个法 才会入心 那这个 因为要不然 这个三界湾有的火灾 对不对 如是等火吃来复习等等 那我帮大家简单再复习一遍 看大家有没有专心听 罗师兄 这个导图 好不好 好 请问那个 国义聚落 国是什么图 你不能讲 你是 我是问大家来证明 看你导图的好 不是说好不好 看大家有没有用心听 国是什么图 石爆庄严土 不错 那义呢 荒便有遗土 那聚落呢 还圣同居土 还圣同居土 OK 那这个 好吧 他说跟福田有三种田 三种田 敬田 敬田 悲田 恩田 还有什么 悲田 不错 不错 那这个 正法注释 就堂格不朽 那记住了 对法尊重 正法就会注释 所以对法的尊重重不重要 重要 就是正法向法这个末法 所以我们实施要有正法注释 就是我们每个人对法都要很尊重 所以包括你这个对经文啊 还有参加读书会啊等等这些 刚刚这个我们的金标师上提到说 常不清不上 你看对人的尊重 对每个人的尊重 每个人都有佛性 人都会生活 那你看对法的尊重 所以对 包括十经 拿经文 或是读诵经文 等等 还有对道场的尊重 等等这些 都是对法的尊重 这都很重要 那 很感恩他今天 把经文都整理得那么详细 然后还有一些照片 还有一些影片 对经文就可以深度了解 那他有说 做词记可以怎么样 他有六个字嘛 三个字 三个字 他有一家绿 除什么 长什么 长道系 做词记可以除习记 长道系 那词记也是一张脱 脱离三界火宅的门票 因为其实大白牛车就是那个门 就可以出那个门 有没有 三界湾游入火宅 对不对 然后你要出离这个三界 因为其中鬼有一门 这个宅只有一个门 这个门就是菩萨道 就一圣道 就是这个 那你要就是依循这个 走这个大白牛车 这条道就可以处理 所以做词记 因为上来教我们的就是教菩萨法 佛守护念 你看依照古量遗经 依照法经 你就可以处理火宅 所以 依法不一人 依法当然就是依法经 古量遗经 那现在我们在上来 在我们的依 依着我们的师父 教会 就是去做 所以 你做词记就可以处理三界火宅 那这个 我觉得 那个 卓师兄有讲 词 词记就是大白牛车 这个我是蛮嫩捅的 这非常好 那这个 最后就是说 要提法水来灭无名火 当我们也看到说 这个 这些无名火 都很厉害 它是 施嘛 会让我们 这施啊 无名啊 会火烧功德力 那这个 一定要有划水 那我觉得 我最喜欢的 就是它最后那个 就是说 如果你不精进 有没有 不赶快 让法路心 让自己有些 或者揍来动 就会来不及了 就我们 我们真的要有那种 来不及的警惕心 才能处理三界火宅 所以不能处理三界火宅 它的关键 除了后面 后面这个法 大家都知道 可能关键是你的警觉性 你的 你的 警觉心 很多人 你一直不绝 不知不觉 那我们希望 我们既然大家都在这里 听闻正法 就要去 自己正法路心 然后对我们身旁的人 如果有那些 不经不觉 不知不误的人 我们应该要去度他 勇敢的去度他 然后这样就是 真正的一个菩萨道 好不好 祝福大家都能够 这个 得当智慧 通法出报 感恩大家 感恩 感恩 那师兄的掌揭 都很贵 那也感恩今天师兄的分享 今天的读师会在此联满 全体请请礼 我们先预告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是我们 刘宝竹师姐的 大爱让世界亮起来 大家要邀约 所以更多人一起来线上 或是现场共修 感恩 请合掌 向佛萨及上缘 行三位训 位训 再位训 三位训 好 那我们彼此互道感恩 对不起 那我们就来一起回向 愿消山长住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业障惜消除 世事长行菩萨当 好感恩今天读师会在此联满 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每一天 感恩 啊 哦 我 哇 这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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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